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你好 欢迎收看熊财战略 今天大盘上涨146点 指数它已经站上了季线 我昨天跟大家讲说这个指数 它迟早就是要站上季线了 那么目前贵买指数 短线上还没有站上季线 但是大盘已经站上季线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季线 它今天站上去了 昨天还被这两天被压制住 你看这一天 这一天它是报个大量 报个大量以后 碰到这个季线做个拉回 但是隔天你看 它量缩马上就站回去了 今天稍微再补一点量 又站上季线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季线 基本上它原本就是一个压力 你知道吗 它原本是一个压力 但是当它站回到季线 甚至突破季线完以后 它有可能就开始变成支撑了 因为支撑跟压力是互换的 原本是一个压力的地方 如果它能够突破站上去 那表示它这个地方变成一个支撑 对不对 所以原本过不去 这个地方原本是一个压力区 现在它站上季线之后 基本上这几天可以观察 这几天如果拉回都没有破季线的话 这个季线就已经变成支撑点了 也就是我在节目上告诉大家了 这里会做个震荡 是因为这边有将近两个礼拜的一个洗盘 这两个礼拜的套牢重码 要把它洗掉 洗盘 然后再加上这个季线的反压 但是我认为都会过去 因为这里双底的形态已经非常明确了 这里是第一只脚 这里我认为是第二只脚了 认为是第二只脚 所以我才要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不管美国股市降息一码 或是降息两码 你都要赶快跟上来 因为行情就要开始温启动 慢慢地往上面攻坚上去了 因为你不管是一码还是两码 都是预防性的降息 我讲过了 预防性降息在美国股市总共有四次 都是往上面涨的 至少涨一层到两层左右 就指数的角度来看 如果说从个股角度来看就不一样 因为如果涨个一两层的话 这个地方它不只过这个高点 它极有可能会挑战 再挑战一次这个24000点这个地方 24000点这个地方 也就是台积电这个地方 它可能需要时间的 慢慢地来挑战这个1000块这个高点 我跟大家讲过 我说大型股来讲的话 目前是由台积电为主的 台积电还是比较强的 因为台积电政府护盘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拉回没有破低点 所以很多人讲说 当时我看到很多人在讲说 这里是A波下沙 这里是B波反弹 然后C波要下跌 要破这个地点 当时很多人是不是分析说 什么A B C这样子 对不对 结果你看现在都没人敢讲 因为这里根本不可能破这个低点 这不可能破这个低点 原因就是因为台积电 我想台积电这个地方本一笔 已经让它20倍了 你知道它怎么跌 对不对 今年EPS赚40块钱 明年可能挑战50块钱 所以这个813块钱 就是这一次的最低点了 你要再它跌破一次 没有了啦 既然台积电不会再破低点 那大盘怎么可能再破低点呢 所以我会认为说 这个地方就是双底形态 所以我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认为双底形态 既然双底形态形成了 那你就要注意到 什么样的标的 什么样的股票才可以让你在这个行情里面 能够赚到超越大盘 能够有超额利润的股票 那我跟大家讲说中小型股会比较有机会 为什么呢 你看这个大盘这个地方是不是站上季线 对不对 那你看这个桂埋指数 你会说老师怎么桂埋指数没有站上去 因为桂埋指数长得比较多 它拉回比较浅 你有没有看到 它相对强势 它是长了一大段以后拉回比较浅 拉回只有0.382的位置 然后这个地方 它又开始要挑战这个跳用缺口了 对不对 那你看这个大盘 它拉回比较深 它拉回比较深 所以它就跌深以后它先做一个反弹上去 但是它已经补这个缺口了 所以我认为大盘已经回补这个缺口 接下来这个桂埋指数 也要来回补这个缺口 但它回补这个缺口 这个买盘力量会更强 表示空方的结构已经改变了 否则这个地方还是有很多人要看空 还是很多人看保守 但是如果它技术面回补这个跳用缺口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空方就没有理由 也没有所谓的技术面看空的道理 因为它这个季线表示它也站上去了 对不对 表示它也站上季线了 然后这个跳用缺口它也回补了 后面它就会开始往上 第一个先来突破这个高点 第二个再来挑战这个高点 贵买指数会比较强 因为成交量大部分在贵买指数上面 这个我在节目上已经提醒过了 贵买指数代表的是中小型的股票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 这个地方我看好了两个族群 第一个是光通讯对不对 第二个是这个光通讯就是细光子 第二个机器人的概念股 很多人讲说机器人概念股 确定都没有涨 最近好像在休息 没有什么涨到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机器人概念股还没走完 像很多人讲说 你看这个鲁龙本都没动 都没有涨到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量 已经开始缩下来了 你看这不是成交量 这个量说到一个几乎没量之后 它开始要反弹又要涨了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过 它目前的走势 算是算是一个高支在整理 为什么它会高支在整理 因为它中长期还是走多头 对不对 所以中长期的趋势还是向上 但是它短线上没有业绩的支撑 所以它很难连续性的大涨 所以它会在那边震荡 震荡目的是为了要洗盘 洗盘要怎么洗 第一个方法就是以横盘 以横盘来代替跌 然后让筹码人 不耐久盘的筹码人洗出来 洗出来之后 筹码洗出来之后量缩了 就开始要 又要开始攻击了 第二种方法是击杀 击杀以后它会开始强力反弹 因为击杀融资就杀出来了 很多人看到击杀就害怕 居然把股票砍出来 砍出来就开始反弹 所以我认为机器人的概念股 虽然它短期间都没有什么动 你也不用太急的去什么 太急的看坏它 你只能说它这个地方在做整理 量缩了 量缩到极致以后就会开始动 但是我认为机器人概念股 我们今天切入了一档 具有一个转机性的机器人概念股 也就是这档个股 今年可能会开始转亏为盈 如果今年能够转亏为盈的 机器人概念股 我认为这个地方比较有机会 而且容易创新高 所以我待会就跟大家讲说 这档个股为什么看好它 以及这档个股后市有没有机会 挑战前高甚至突破前波高点 以及今天我们为什么做介入 介入完以后它今天出现 什么样的一个涨势 我们待会再来跟大家 来做个详细的报告跟说明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光通讯的股票 光通讯的股票你看最近非常强 如果说你认为说 这个产业没有赚钱 就不应该涨的话 所以你可以看到光通讯最近 其实也没什么赚钱 你看这个3363上全今天不是要往上涨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看它业绩你可能吓一跳 上半年没赚钱 上半年没有赚钱 包括像是联雅 我跟大家讲说我看好了联雅 对不对 告诉你要做多这个联雅 对不对 一路大涨对不对 如果你看它的业绩你会吓一跳 老师怎么亏了0.77 所以我就跟你讲嘛 机器人跟光通讯 其实你现在看都没有赚钱 但是明年可能会倍数成长 就它明年业绩可能会翻倍 所以它股价就在涨这个东西 股价就在涨什么 反映未来 也就是说它的成长率是高达 负荷成长率是高达三成的 你看一个产业你不能看它现在 你要看它的未来 也就是未来 如果说它没有很大的规模 没有很大的成长性 台积电为什么要继续切入 英特尔为什么要继续切入 会打为什么要继续切入 因为他们都看到了 他们都看到这个细光子的优势 他们都看到细光子未来的趋势 所以他们在积极地投入这个资金 积极在做研发动作 所以我才跟他讲说你不要看 今年上半年或下半年 可能就有公司推出这个细光子晶片 细光子其实分两个 一个是细光子的晶片 一个是共同封装CPU 这两个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关键技术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3081的联雅 联雅为什么受惠性最大 为什么我最看到联雅 因为联雅是做累晶片的 那累晶片是细光子的最上游 所以只要细光子在发酵的情况之下 各家都会用到累晶片 每一家都会累晶片 不管你是要做什么 不管你是做上游中游下游的 一定要用累晶片 所以细光子的最上游的累晶片 它受惠是最大的 所以就是什么 这档个股的3080的联雅 就是做累晶片 对不对 那你看到我在9月4号跟你讲 这个还会再往上面涨 当时已经涨一段上去了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老师已经涨一段了 是不是在做追高动作 你是不是告诉我叫我去追高 我告诉你这个不叫追高 这个顶多半三腰而已 它后面还有高点 为什么我告诉你后面还有高点 因为这边筹码相对的安定 这个主地大户买到这个地方 这是主地大户买的 你要知道 这边是主地大户买的 这个量都跑出来了 所以它拉回的过程里面 在9月6号 我又告诉你一次 又告诉你一次 这个叫高支在整点 这个拉回都没有量 筹码相当的安定 主地都没有出货 所以我说高支在整理完 后面再创新高 9月6号再告诉你一次 后面你看 9月9号再拉涨停 9月10号再往上面大涨 12号再往上面大涨 18号再往上面大涨 19号拉涨停 23号再拉涨停 今天排斥上做震荡 它还是持续往上涨 涨5块钱 所以光中讯来讲的话 很明显的 当这一档最上游的 雷晶片再往上面大涨的时候 就告诉你这个产业 它芳心为爱 这个产业还是相当的强势 所以你不能看它现在的APS 我告诉你 现在所有看它们的APS 你都看不出任何端倪 而且你一张都不敢买 但是你一张都不敢买 你看它后面是怎么涨的 后面是这样飙上去的 这个已经涨超过一倍了 对不对 因为你看APS嘛 对不对 你看它现在没有赚钱 你认为它 你认为它是不会涨的 但是我跟大家讲的非常多遍 我说像这种细光值 它反映的是未来的产业 它反映是未来的成长性 也就是说 现在你看到细光值 很多公司没有赚钱 但是明年可能会赚超过一倍 明年可能会赚超过一倍 特别它就在反映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今天的上旬 你看这个也即将要挑战高点了 今天又涨10块钱了 即将要挑战高点 另外我又跟你讲 我又跟大家讲说 还有另外一个我也满看好的光通讯 这是重达 重达你看它9月18号 这个地方是爆量上影线 很多人看这个上影线 都觉得这两个股 爆量上影线就是要往下跌的 一般人都这样分析没有错吧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上影线在洗盘 9月18号告诉你 对不对 隔天9月19号是不是大档上去了 对不对 你看这一段时间 你看他发现 它是不是又维持一个高值在整理了 是不是又维持一个高值在整理 这边也有个跳动缺口 这个缺口如果拉回来没有回补的话 表示这个整理完后面要再创新高 所以我认为重达具备什么 具备未来有创新高的可能性 像这种个股你都要特别留意 包括像我昨天跟你讲什么 我昨天跟你讲说 现在目前所有的矽光值的股票 基本上都超过几乎是百元以上了 有了100块 有了200块 有了300块 都已经从低档去涨上去了 都股价都几乎是破百 但是有一档个股比较例外 这一档个股的目前交易是 所有的矽光值 上市上柜公司所有的矽光值里面 它股价是最便宜的 所以我认为它被低估 这档个股就是2399的印太 我昨天跟大家讲说 印太它原本是做什么显示卡 还有主机板 对不对 但是它最近它已经投资 它近期它已经投资了 原成半导体 这个做矽光值的 还有这个先发电光 这个累晶片的 所以这两家公司 都已经切入矽光值领域 所以印太其实 你不能再用它以前的产业 去认为它是做主机板的 或者认为它是做什么绘图卡的 不是 它现在已经很明显地 转型到矽光值 所以你可以看到 9月19号我们先做介入动作 对不对 20几块钱而已 现在没有一家矽光值的公司 这么便宜20几块 现在没有 对不对 隔天再涨 对不对 好 涨上去完以后开始拉回 爆量拉回 拉回第二天 这个地方要爆量都拉回了 我跟大家讲说爆量拉回 这个地方后面还会再往上涨 我说它已经转型到矽光值了 它是最便宜的矽光值的概念股 20几块钱告诉你对不对 后来拉回又回到30块附近了 我认为这个地方还是机会 它既有可能会再度创新高上去 你自己想想看 如果说它投资这些矽光值的公司 未来如果它获利 不要讲说它获利一倍 只要获利超过五成 这家公司就会开始出现很明显的转变了 因为它转投资的公司赚钱 它接下来它也是赚钱的 所以这种个股你看 今天9月24号 看昨天这个拉回我跟你讲 所以股票不是说涨的时候我才介绍 这拉回我会介绍 因为我认为后面还会涨的股票 拉回就要做介绍 所以你看今天9月24号是不是涨上去 对不对 那如果来看一下 这两个股来讲的话 我认为即将极有可能再创新高 当然这个大量稍微洗一下 这边为什么会爆大量 因为它这刚涨上去完以后 先涨一段大概三四成了 涨三四成完以后 这个地方稍微做整理一下 那这两个股我认为基本上 整理洗一下以后还有机会再创新高 另外有一些个股也是跟这个 所谓的细光值有关系的 只是说现在可能再做一个强势整理 像这种强势整理股票 你都要特别留意 因为未来洗一洗完以后 它有可能再创新高 像这档个股 6830 泛泉 泛泉这家公司它做半导体检测的 它的检测的范围基本上来讲 它检测是属于比较精密性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一个供应链 未来在半导体 在不断地在研发的过程里面 其实检测很重要 因为检测可以检测出 这个半导体它做的这个晶片 量率高不高 所以你看它为什么三星 它拼不过台积电 因为三星的量率很低 它拼不过 对不对 前一阵子不是说回答说 不排除也有可能会给三星做 但是它实际上它不会给三星做 因为三星的量率拼不过台积电 台积电为什么量率有那么高 因为它有一些很多的合作厂商 蓄有这个所谓晶片检测的公司 它会帮它做检测 有没有出现不良的问题 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怎么样做一个分析 怎么样做排除故障 排除这所谓的量率的过低的问题 这些东西基本上 都是一连贯一条龙的设备 所以我认为这家公司 它后面如果说台积电后面 要开始往三奈米 往二奈米 甚至往一奈米来挑战的情况之下 像这种半导体检测 这家公司它受惠性是最大的 另外这家公司有个非常重要的秘密武器 CPU共同封装矽光子 目前CPU共同封装 这个检测公司 目前只有这一家公司 饭权 它有拿到什么认证 拿到专利的认证 而且它也是索尔的 上市上柜公司做CPU的 唯一一家有赚钱的公司 很多公司你看 我刚刚跟大家讲没有 其实没赚钱 所以很多光通讯的股票 其实上半年都没赚钱 但是这一家不一样 这一家是真的有赚钱 而且它获利贡献在它的营收上面 回到公司身上 所以这家公司我认为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不是有报大量 这个报大量这个地方 留下影线 然后隔天又报大量 又上影线 这在干嘛 这个在洗牌 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洗牌 因为它遇到前波的高点 所以这个地方在洗牌 我认为洗完牌以后 这两个股很有机会再做创新高 所以我认为190西块钱 这个地方不是高点 创新高的几率非常大 所以像这种个股 其实你要留意布局的机会 当然买进点跟卖出点 我欢迎你跟上我的脚步 跟着我同步买进 同步卖出 我会带你安全上车 带你安全下车 另外机器人的个股 你也特别留意 第二个就是我跟你讲说 我比较看好机器人的股票 机器人的股票 基本上我在节目上 我跟大家讲说 有两档个股是我们强力看好的 对不对 机器人产业也会不用多讲 这我已经讲过机器人产业了 第一档个股是荣哲科 荣哲科我讲将近超过一个月了 你看我们怎么样波段性的操作 这个地方买进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先涨一段 我们先赚一段 对不对 但是在盘整的过程里面 我跟你讲过 这一档个股是会波段还有高点 因为我跟大家讲 如果你想要在一档个股里面 你想要赚三成 你想要赚五成 你想要赚一倍 你必须要什么 你必须要有波段的概念 操作波段的概念 对不对 如果你做短线 基本上赚个一成赚两成赚不到大钱 真正要让你赚大的钱超过三成五成一倍 你才有可能赚到大钱 而且还要什么集中活力 还要重压 这一档个股就是我们在节目上跟你讲过 机器人里面少数能够创新高 而且持续往上涨的股票 因为它业绩也不错 有业绩有赚钱 它跟其他的机器人概念股价不一样 很多机器人概念股也是没有赚钱 所以股价没有办法连续性的大涨 它会在那个地方做一个整理 但是这一档个股的整理形态不一样 它整理形态是属于高姿态的 所以我跟你讲过 这档整理完以后会创新高 这边是9月6号 结果你看9月12号开始拉涨停 13号再拉涨停 16号再拉涨停 对不对 20号再往上面涨 24号今天再往上面涨 像这种个股很容易在创新高 所以它的股价你看 它波段上去来讲就有波段的利润了 先涨一段整理完以后 再涨三根停满上去 这就是波段的利润 包括像我跟大家讲的六方科也是一样 六方科机器人 对不对 后面是不是涨了 涨了七根的涨停板 后面是不是涨了七根的涨停板 那股价狂比较大涨七根涨停板 接下来机器人概念股 我说我们今天切入一档机器人的概念股 这档个股我认为后面也要创新高 也要开始后面有一个 也有机会出现波段性的大涨 那我待会会跟大家讲 那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个重点就是说 你如果这个行情你要操作获利三部曲 就是第一个你要选对股票 第二个你要集中活力 第三个你要跟着我波段操作 所以买点跟卖点好好跟着我做 我会带你安全上车带你安全下车 获利三部曲 当你用这三个方式去做选择 去做集中活力 去做波段操作 你才可以在我节目上跟你讲的 三成五成甚至一倍的梦想 我们的股票你就会发现到 常常都是超越大盘 超越大盘只是基本的扣打而已 重点是要怎么样倍数翻 怎么样三成怎么样五成怎么样一倍 像我们今天切入的这档个股 待会有跟大家讲 也是一样 趁盘事实上在震荡的时候 做一个切入动作 先攻掌停板 机器人的转机股 我认为后市会创新高 还有大涨的条件 好好跟上我的脚步 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回到现场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名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运达头部陈老师 专长研究核心竞争成长力 主力不能说的秘密 专注成长不同反响 赢家专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头部陈老师 专长研究核心竞争成长力 主力不能说的秘密 专注成长不同反响 赢家专线 02 2781 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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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达头部真心照顾 迟到了 看见行人行进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时 汽机车应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很慢耶 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 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 不管同向转弯或执行交叉 预行人过马路 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 汽机车行进依法可供行人 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暂停让行人先过 最高可处六千元以下罚还 停让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内政部警警署 关心您 好的 或者什么样的股票可以创新高 可以大涨 通常是大家没有发现的股票 或者大家不认同的股票 因为这种股票筹码会比较稳定 股票在往上涨的过程里面 当然除了它的一个未来的一个 产业的一个前景性是非常重要 还有另外就是它的筹码安不安定 所以你看这一次 为什么大型股票 只有台积电能够往上面 再往上面涨 其他的一样都很弱 因为筹码的问题 台积电的筹码是被国安基金 政府基金锁住的筹码 所以那是不一样的 这两个股你可以发现到 它的筹码基本上最近来讲 这边量非常大 这个大量它是出现在 所谓的突破盘整区的一个大量 我认为这个地方是一个突破量 那么为什么会有突破量呢 我认为是阻力应该有做进场动作 所以量才会增加 不然你看这个大盘都没量 大盘都没有成价量 那这两个股有量 那不是阻力进去吗 而且它有量是往上涨 它不是有量往下跌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一个 多头的主力进货量 那它为什么要进货呢 我认为这家公司是连接器大厂 所以连接器大厂 基本上很多会觉得说 连接器大厂跟机器人有什么关系 你要知道工厂在自动化的过程面 需要用到机械手备 机械手备都会什么 都必备这个连接器 所以我认为这家公司 我看它的业绩 我发现到它今年有可能会转亏为盈 再加上伺服器的所谓连接器 这个需求有大增 所以这家公司我认为后面 即将有喷出大涨的条件 类似像这种个股来讲的话 市场上现在比较没有人注意到 我都喜欢做市场上 比较没人注意到的股票 因为这种股票 你看这六方科怎么涨的 就没有人注意 所以后来涨八成 像这种个股是没人注意到 没人注意到的股票 筹码相对于安店的股票 容易狂飙大涨 所以后面的个股 我跟大家讲 现在在此物震荡的过程里面 标股会先行 一次一档 跟着我集中火力重压标股 我们用点线面来扩大战股 好好跟上楼脚步 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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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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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and 季игр 你没分啊 盯 银 银 我是你老婆 ヾ 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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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流水 的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 投股公司之一 投股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 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 智慧 經驗 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 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顧 真心照顧 02-2781-0909